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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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这样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安全的 也在保充品用了很久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荷尔蒙 还有之前的《洛文报道》 所以有些厂商反而用来 变成攻击手段 就说用这个东西就会导致癌症 反而造成无众的恐慌 就是Paraben这个结构 在台湾或是在美国 都是维生单位核可的一个防腐剂 甚至连食物都有 樱桃、蓝莓 这个都有的对清基本亚传之类 所以它不是说 这个东西就会导致癌症 那之前因为有网路的谣传 或是当成一个行销的方式 所以民众有所误解 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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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